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的时候我们空头大军都消失 这个真也是蛮好玩的一个现象 我觉得多空都对 没有错的问题 所以我个人没有立场 我觉得基本上我都欢迎大家留言 各种看法 良性建议 或者说你有什么心情感受 抒发都可以来 我们节目不是一言堂 我们节目是绝对欢迎大家的 我只是常常在观察我们留言板 上面大家的一个情绪很有趣 好 那今天事情真的非常多 当然第一个AI 黄仁勋昨天请了14家大咖的老板吃饭 听说是身价全部加了上罩 听说一桌好像就几千亿了 在东华北路有一间吃台菜的餐厅 好像是红砖窑是不是 你有去吃过吗 我没有吃过 我有去吃过一次 我吃过他那个炸红烧曼很好吃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去年身价 近年来身价有增加一千亿的 你才可以做主桌 你身价如果在过去一年没有增加一千亿的 你不可以做主桌 所以你是也在做主桌 我没有我只能看着那个身价千亿的 所以那个圈子就这样 主人坐那边 左边右边 七桌嘛 重点是左边右边林百里跟刘洋伟 那一个代表 不是吃从堂吗 吃从堂另外一桌 我们先讲左边跟右边 两个人 人家去年林百里涨了多少 一倍多 是三千亿的身价一千多亿 他现在首富 重点是你要坐在那位置 然后刘洋伟代表是红海集团 郭台铭74亿美金到104亿美金 差30亿 就900多亿将近一千亿 所以左边右边叫做情和意 值千亿 要唱这首歌 然后当然台积电有去吃豆花 所以叫千里之外 上千不是梦 所以我们记得这两首歌 情和意值千亿 千里之外 郭政 你真是 然后重点是 重点不是 童子贤跟吃从堂坐同一桌 我们要观察这个点 你知道什么东西才可以抿恩仇吗 他们两个以前不见面的吗 甚至有一些 有些话我们就不好意思再点 千亿才能抿恩仇 一笑不能抿恩仇 所以接下来谁要千亿就可以出来了 所以千亿抿恩仇 没有再一笑抿恩仇了 所以两个人坐在同一桌 最落寞的是人保 还伪创 陈瑞聪想说我们要加油 我们落后太多 行总经理Tony外国人 然后跟Tony要这三年 力拼上千亿做主桌 唯一电子五哥里面没有受邀的就是人保 所以台达店刚才提到台达店 GP200的电源供应器就他嘛 光宝我倒没有看到媒体有报嘛 光宝没有去嘛 就电源供应器是台打电嘛 金人宝都没有啊 所以千亿大家就记得这个数字 情何意值千亿 一起逛夜市千亿之外 所以台积电是坐哪里啊 台积电是吃豆花就好了嘛 人家差别不一样 张中某升线还是大涨 我们看最新的富比式排行榜嘛 张中某也是大涨啊 所以有上千亿的 台积电是前一天去吃豆花 对啊吃豆花 所以林谢敏就很难过的讲 因为以前他还是AI概念股嘛 所以他很难过的讲说 逛夜市台北我比较不熟 你来台南我来交代 那个伟创好像没有 总经理去嘛 因为他已经讲了 林谢敏是前一天讲 没红酒 所以伟创一定要排进去 GP200他也是重要供应商啊 所以不要只看 你问我在哪里我不知道 但是那个桌外的订单 我倒是清楚的很 我们看订单 所以你要那个七桌的平面图 没有当然没有 但是po在我们网上 我只看到主要位置嘛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订单谁 所以台达电去你就知道 电源供应器是给谁 今天有一档股票涨停广运嘛 广运董事长也有去嘛 乙鼎今天涨了4% 乙鼎董事长也有去嘛 然后微星的董事长也有去嘛 听说微星董事长跟那个谁做同一桌 两个人以前是王不见王的嘛 也是就合说那一桌 所以你看教主的威力多大 我们今天皇教主出来了之后呢 四方各门各派 以前大家都是要王不见王的 现在各门各派大家都 大家都想唱那首歌嘛 请喝一值千金嘛 千里之外嘛 千元之外 大家都想唱这首歌 所以这真的是众心拱乐 对嘛 可以看得出嘛 广运去了代表什么 机器人要上来的嘛 所以林百里那一个 还多带了几个人嘛 所以代表机器人 他儿子啊 林百里 那个黄仁勋的儿子 以前在开酒吧嘛 在台北开酒吧嘛 那现在他儿子去负责 机器人这个部门嘛 对嘛 所以六月二号 你就看他在台大讲题是什么 今天又去暗示大家嘛 今天去穿NTU的衣服嘛 台大学生多嗨啊 第一次看到三招在路上走 现在不止三招 他现在已经快一千亿身价 一堆学生奔相走告说 赶快来看活的三招在路上走 穿了NTU 不过重点是 他带机器人去台大 他带机器人去台大 六月二号机器人会上台大嘛 机器人会上去嘛 所以今天谁这么惨的盘 因为可能也是期货在盘 那个嘛 五月底了嘛 今天是最后一天嘛 那我们不讲那个 我们不讲那个 但是我们看今天谁撑住嘛 广运嘛 华金科嘛 广明嘛 还有乙顶 对不对 对啊 就是自动化机器跟 因为他讲的是 AI在新的产业革命扮演的角色嘛 那代表已经不是在讲只有AI嘛 而是未来工厂的会变成自动化嘛 所以工厂里面会有到 以前是坐着机器人嘛 广明就是达明机器人 他们坐的是那种机器守备 以后机器人可以下来走路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就必须要 他要具备有自驾系统 所以电动车的自驾系统 是跟机器人连在一起的 为什么那个 那个马斯克要急的 要把FSD自驾系统 要在中国大陆推广 对 他目标不是为了车子 是为了卖机器人 对 黄恩勋也是要做这件事情 大陆大陆他自己 也会有他自己的机器人 有啊 优必选啊 就去年底 去年底在深圳上市 赔钱的公司照样上市嘛 人家中国大陆 现在最新公布的31条嘛 如果没有记错 叫国31条 赔钱的公司不可以上市 没有发鼓励的公司 不准上市 然后离婚也不可以卖股票 所以很多公司离婚卖股票 然后有八个人被抓起来 去年 那就是财产分割嘛 他有很明显 财产分割分立什么 全部都不准卖股票 连董事席辞职也不能卖股票 可是优必选可以上市 那代表什么 中国大陆要扶植机器人产业 当然在深圳 所以那很重要 所以四月的时候 他推出一个东西很厉害 他的机器人一个小时可以 跑步跑六公里 那这代表什么你知道吗 我听说是跟陆 因为海军了 我海军卷队的 跟陆军 即行军的速度一模一样 一小时六公里 一小时六公里 一小时六公里很快 就跟王永庆跑五千差不多我算过了 跟王永庆跑六千 王永庆稍微快一点点 因为我除王永庆除五千 而且人家王永庆八十几岁跑的 一小时六公里 差不多九分数十分数了 像我跑步跑十k 跑差不多六十多分钟 那你不一样 对啊是跑步 但不是急行军 那是用走的 而且还要做全副武装 戴钢盔 戴枪 然后背背包 S腰带砸水 那个不一样 那个不一样 那个装备至少都十公斤了 所以优必选这个机器人 代表他什么 他以后用途会蛮多的 所以他已经在 他在未来的车厂 在合肥的未来车厂 已经可以装车标了 他贴上未来汽车的车标 已经在实习了 代表 而且他不是坐着的机器人 我所谓的坐的机器人 大家看到了 叫手背 机器手背 像方拉克 或库卡 德国库卡那种机器人 不是 他是做成人型机器人 而且可以直接在车厂里面 走来走去 拿货帮你装汽车 刚刚国珍讲到大陆 我们等一下要讲一下 今天最新的消息 也就是中国财政部 今天中国大陆财政部 今天一早宣布 终止海峡两岸经济合作 框架协议 ECFA部分产品关税减浪 有134个原产于台湾 进口商品的关税减浪就被停止了 那个清单都已经出来了 那大概一分是一些塑胶产品 化工产品 论滑油 这一次是论滑油 那上一次是PC 然后再来是 也是石化产品 不过我这里还是要讲 对于我们台湾石化业来讲 其实这已经算利空出境了 因为其实本来就有心理准备 在这次选举的前 我们那时候有做过问卷 那时候我做一次总统问卷 其实也大家都知道说 两岸的ECFA 未来可能走不下去 好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国政还要跟我们讲 AI的镜头是核电 为什么AI镜头是核电 最近佟子财一直讲说 要重启核电 那个声音很大 经济部长昨天也说了 我在现场 就是那个 昨天是开媒体查会 对对对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我们谢谢Roger的donate 这个希望未来AI加密货币 推升有利 慢慢买加密货币 好那今年加密货币 也表现相当不错了 那今天公布的清单 总共130箱是第二批 第一批刚刚国政有讲 其实针对就是说一些实话产品 论滑油 论滑油 今天是论滑油 第一批是那个上次公布 对还有聚碳酸子 还有A1 对对 好那反正我觉得应该他会后面一批一批公布 对会全部都拿掉 全部都拿租布 租批拿掉 就实话业其实也都知道 也有准备 对 那他的方向也很清楚了 像台硕 或中实话这些业者 或像奇美这些业者 都已经在中国大陆 有不一样的方式的去投资上游 那可能从中国大陆就从上游 一路做到下游 以及中端出口 那就是中国大陆 所以中国大陆的市场 他们就是透过他们自己当地生产 当地供应 那台湾的部分就当然可能有人要卖东内亚 或更远的国家卖到印度去 那这也没办法回避的现象 那我们的传产石化塑胶 这些是不是利空出境了 对你也看到他反应了 你也觉得利空出境了 对因为你再怎样 这个这件事情早会要揭开的 那揭开也是好事 所以也是算走到一个该要知道的地方了 好 其实今天盘面下跌 不是受这个影响 因为你可以看到像南亚台数 他们基本上都没跌了 而且整个二线塑胶股都还涨 对不对 上次也是涨 前几天也公布了一波 反倾销取消ECFA也是上涨 事实上也都很正常了 那企业都有准备了 所以 因为今天最主要叠的是半导体电子 对今天杀低是突然间最后一盘杀了 好那这边就要请教 我们今天另外一个主题 就是AI的镜头是核电 我甚至另外一个朋友跟我讲说 AI的镜头是核融核 对对 AI的镜头一定是核电 这是高盛的报告 跟昨天的经济部长 其实跟先从国发会主委 其实礼拜一就已经讲了 然后再来是经济部长 6125先回答 他人家是做自动化设备的 台大的自动化图书馆他做的 所以你不要以为他是做散热而已 他是做自动化设备的 在这里先补充 再回来讲 免得说我来讲笑话了 我每家公司很熟 6125我在苏州 还看过他们公司 那我回来讲讲为什么 高盛自己的报告 然后美国因为AI的发展 每年用电的复合成长率是15%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过去20年来 美国的用电成长 从来没有超过0.5% 他们美国整整一代年 一代的没有看过电力 会成长这些事情 对 如果站到现在因为AI的发展 他每年复合成长15%的话 当然就会一倍嘛 所以到2030年占美国的电力占比 从3%到8% 哇那电力成长是可怕 因为AI增加的电力成长是可怕 所以美国也会出现 这一代人 就现在活着的美国人 没有看过的电力投资设备 所以华城为什么涨那么多 华城有一半的营收 是来自于欧美市场 美国市场 他不是靠台湾这些 当然电力设备 他有点高 那我就不批评他的股价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 电力设备会出现 美国前所未有的 那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 是因为AI 因为AI在运算的过程中 实在耗费太多的电力 所以美国光AI要从3%增加到8%占比 那每年复合成长率15% 那台湾 当然我们政府的预估是比较低 会增加三成 因为我们没有那个太多的运算中心 对 可是学长三成也是很可怕的数字 现在都已经捉襟见走了 所以昨天的经济部长的记者会就讲得很清楚 当然第一句话还是说台湾不缺电 这个是不能讲的一件句话 就跟我刚才讲的居住正义跟非核家园 到现在说非核家园还是不会拿掉 今天在立法院的答复 他那神主牌啊 对对 居住生已经拿掉了 所以房子会无限制的涨 因为大家人人有房住 人人享受房价上涨 这也不是我说的 这是有人说的 很重要的幕僚说的 谁 直接讲出来 对 那这重点是规划国家大方向的人 那再来是电力 那电力其实你已经知道说三成的成长 但是他不想拿掉非核家园 所以他现在是在七月马上核三的一号机组要要研议了 所以他说那会会执行单位 就希望说核电应该核三要留在 不会用2027202828能够拿出来用 那代表说2025是非核家园吗 那这个已经没有了 因为之后会会20272028要用核电吗 但是他是执行单位 所以要用核能研议这件事情 要由国发会提出来 所以他自己也讲 我昨天郭智慧自己也讲说 这个提案应该由国发会提出来 接着立法院修法 那我相信立法院修法也不会挡下来 所以为了AI的发展 当然AI变成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借口跟理由 然后确不确定大家 就你他嘴巴讲跟大家相不相信的问题 这间行政院长好像也讲了 说绝对到2023年 绝不确定 对绝对不确定 但是核能这件事情是会实用的 所以你等于到了20272028 照他自己的目标 我现在讲的是经济部的目标 20272028 所以没有非核家园 因为那个时候在用核电 我们一个个来讲 昨天郭智慧在媒体的查会里面 他最主要讲了哪一些重点 我有看到他的那个powerpoint 那个powerpoint有朋友寄给我 就是他做的还蛮不错的 就有点像不是像以前经济部那种powerpoint 对对对民间来的企业家当董事长 跟24年前其实林信义当经济部长的时候 我们在跑经济部 那时候他刚好挺见核四 其实同一个记者会跟同一个时间 那我也参加24年 24年很长一个核电到下面摆平 对我们的回忆 好回来讲他的重点其实是台湾未来会发展成为AI大国嘛 所以黄年信会投资台北1嘛 然后他虽然会台北2345嘛 现在变成AMD也要来投资 不过台南是赶快出来否认说 没有啦我们没有说会在台南啦 不过看来会在台南啦 Google要来台湾投资啦 所以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AI中心在台湾 那这是昨天郭智慧讲的重点 接下来就是电力的问题嘛 大家最关心的是水电的问题嘛 所以他也顺势开始回答电的问题 那当然第一句话都会讲说不缺电啦 那这个当然是绝对不会讲说台湾缺电这件事情 可是要用核电 那用核电他是执行单位 经济部是执行单位 所以必须要由策略规划单位去执行策略规划 所以会变成是有策略单位去提出案子 就是因为AI发展这个很好用嘛 也可以吃夜市也可以去吃美食 座位还可以敏恩仇 因为AI敏恩仇 所以就这样就可以提出来说规划 然后就去立法院修法 立法院修法之后最快 如果假如7月可以修得完的话 那就是核三可以马上就研议 如果修不完核三要先停 接下来再启用 这个修法应该不会是太难的事 因为蓝绿不会挡他了 绿的自己提的 这只能绿的自己提 蓝白蓝白 对对对对 这要绿的自己提 那核硕董事长 佟子贤为什么最近积极跳出来 说他讲说要让核二核三场研议 然后同时让核一核四场装上两座 荷兰的OL3新型核电厂 不过这个说法马上被环团打脸 看有人写一大篇文章骂他 那佟子贤之前被传为是行政院长的人选 就是点头他就是 应该我们讲点头他就是 所以你是说郭智慧是因为他没点头就对了 没有我是说卓龙泰是因为他没点头才当院长 对对不是经济部长 人家不是那个行政院长 行政院长对对对对 那他是替赖清德总统出来讲的吗 就是佟子贤董事长是替赖清德总统讲吗 因为以后一个民间的人出来讲 当然是呼应说民间需要电 所以当然是替人家解套 这是必然的现象 必然的事情 他那么积极跳出来讲这些 而且就AI的发展会让台湾缺电 这个理由也蛮不错的 AI现在太好用了 AI什么都可以拿来用 所以郭智 你预估这个核电重启 然后这个已经是随到渠成了 没有是他讲的 他要执行 他是执行单位 所以包括你刚才讲核二 核二昨天郭智慧讲得很清楚 因为他里面已经有蓝料棒在里面了 所以蓝料棒还要拿出来 然后还要新北市同意让他就地盖储存 高辐射的储存 那这个是一个大工程 可是能够讲到这么细 表示心里都有谱了 所以经济部已经朝向核二跟核三是研绎了 因为细节都讲出来 当然这要花很长一段时间来 不是说明天就可以 因为核二现在虽然停机 可是蓝料棒在核反应炉里面 要拿出来 那你要先盖一个东西才可以拿出来 那核三其实马上可以研绎 可是因为法律的关系 好那当然最大争议就是核市场了 对不对 对那昨天大概没有提了 不过先那个先做才可以 大核一是废水式的 不可以做压水式 这完全是不同的核电制程 这个好非常谢谢旅国 嗯 不可以做的 真正的 rejecte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